喂,撞到我,夠懶 哪裡懶有 什麼出態度啊,來啊 大家是不是覺得剛剛那幾句很韌耳 如果變成這樣呢 喂,撞到我,不能夠 哪裡懶有 什麼出態度啊,來啊 是不是當堂不同了 大家好,我是Ernie 以下內容涉及粗口 如果聽到粗口會打爛陣 發揚吊,內分泌失調那些 麻煩你再按上一頁 一般香港人認識的粗口 除了今天介紹的門外五結之外 還有仆街和陷家產 但就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之內 一會兒會告訴大家 今天除了講粗口,還講義文 健康有益智 粗口就是每個語言裡面 最不堪、最難聽 經常用來罵人、發洩用的字眼 而這一點其實是牽涉到 使用那種語言的民族文化背景 但其實大底都是離不開性 或者一些令人厭惡的事物 就沒有一定有一個很清楚的來源 基本上每個語言都會有粗口 但大家對於粗口的定義 可能有不同 例如很多人說日本是沒有粗口的 其實只是沒有我們這個語言定義底下的粗口 一個禮貌大國 其實只要你稍微失了禮數 例如沒有用到敬語 其實在他們心目中已經和講粗口差不多 又好像日本有 Kisama 貴樣這句說話 Ki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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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同樣都是在日文裡面表達尊敬的字眼 但只要將兩個疊在一起 就會出現過度尊敬 反而就會變成有諷刺的效果 變成是你這混蛋之類的意思 其實這一點已經達到了粗口的定義 又例如之前有些人把現代的粗口轉換成文言文 其實中國古代也會有粗口 例如以前傳宗接代是最重要的東西 孟子就引述過孔子罵人奇無後符這句說話 即是就人沒有下一代 結合那時的文化背景其實你都可以當作是粗口 雖然這條影片的標題是門內五結 那門內五結這五個字到底是否正確的寫法呢 平時我們用的粗口字又是否正寫呢 其實到今天我們是可以考究他們的本字 但我就不會說這個是正寫 有些人就會認為現在普遍接受 大家這樣寫都看得明白的那個就叫正寫 有些人又會覺得追本索完考完那個本字 那個字才是正寫 但我講其實是否本字呢 都還有爭論的 所以到底那個字正不正呢 就這樣給大家自己決定了 不過留意因為很多本字都打不出來的 所以我這條影片就用這些慣用字去代替了 叫字一定是最煩用大家最熟悉的粗口 也都是最直接跟性有關的 那除了粵語的叫 國語的叫 和英文的叫 之外呢 大部分的國家用叫這個意義的字 多數它都是粗口來的 那粵語的叫就是用來做動詞和嘆詞 但台灣就多了一個形 即是說很形的形容詞用法 叫台灣人叫叫就是在講你好就是在講你妙 那叫這個字用法是很簡單的 詞聲也都沒有什麼變化 但我查這個書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點很有趣的 就是他寫著史傳皆作誓這一句 那什麼意思呢 就即是說以前史傳記載 叫這個字會寫成誓這個字 那我翻查一些書 誓這個字就是選外神 又提到公營國誓 公營就是上次我介紹的司馬遷 他所受的刑罰 即是閹割 而閹割就不會整個抽割走 只是會破壞你的鈴鐺 讓你失去了生殖的能力 那聰明的你呢 其實講到這裡就知道了 細就是男人的高緣 換言之我們今天講的屌 最原本其實它是自高緣 而不是砸砸 也都不是一個動作 這個屌字用到的語法概念 其實就不是很多的 就是另外那幾個就麻煩一點 所以我就會把尿 和另外那四節分成了兩類 在講另外四節之前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漢語語法是什麼一回事 漢語的結構 就由語數開始 語數就是最小的語言單位 一個語數可以是一個字 也可以多過一個字 例如一些不能夠分拆理解的字 一些連綿詞 外來詞等等 門內五節就屬於語數 因為是一個字 語數對上就是詞語 可以是一個獨立語數 或者兩個獨立語數 組成的 就是我們平時很熟悉的 那些 adjective verb noun 那些就是詞語 詞語再對上就是短語 由兩個或者更多的詞語組成的 但是短語本身就未必可以構成到一個完整的statement 換言之一個完整獨立的statement 我們就會叫做句子 那這裡有一件重要的東西想提醒大家 可能你們都有機會會接觸過漢語的語法 或者都會有多少的了解 但是你們認知那種 多數都是現代漢語的語法 就是平時我們用的書面語 但是我們這條片講的就是粵語的語法 各自的分類一樣 但是整個system的整體運作是會有些分別的 所以語語語法還語語語法 漢語語語法還漢語語語法 兩回事來的 你千萬不要混淆 嵐 即是男人的性器官 它本身是一個名詞 今天慣用的這個嵐字是一個謝字 本意就是初嵐 撥弄的意思 百居易的琵琶行 有輕隆萬嵐沒復挑一句 就是描述彈奏琵琶的手法 而粵語也有嵐手這個說法 即是拿手 所以這個嵐字就絕對不是粗口 至於這個嵐 有些字典就只收錄了它的讀音 有些就說它字意不詳 相當近代的字典才提到它的意思 就跟這個嵐一樣 所以嵐是本字這一點就相當清楚了 嵐和嵐的意義和詞性是完全相同的 今天慣用的有這兩個嵐字 其實他們讀音都不是讀嵐 這個嵐是雀仔的一種 這個嵐是團團的意思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謝字 至於這個嵐 康熙字典就記載它 嵐嵐縱也 即它也不是讀嵐的 可能它本身是指訴訟爭辯之類的意思 所以這個嵐就才會是本字 刷就很有趣 因為跟嵐和嵐是不同的 這個刷字本義是獲病把手的意思 有些人覺得是用病這個形意 來意指男人的下體 而這個刷字呢 李氏中文字典就記載它是陽具 但這本書是1980年出的 是很近的 所以刷字這個字是沒有一個 供應肯定的本字 有人說是這個 有人說是這個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至於慣用我們平時用的這個刷 就是中國數字7的大寫 明顯就是一個謝字 補充一點 黃瞻就曾經提過 不應該硬而硬就叫做昂糕 應該硬而不硬就叫做笨疾 我自己就沒有空拜讀占叔的著作 但我就未在古代工具書裡面 找到相關的證據 這個嵐字作為本字就少很多爭議 同樣都是名詞 相當多的工具書都記載了 鋁陰這個意思 根據康熙字典 其實這個熙的正音應該是鼻 熙是一個易讀的音 值得一提 這個熙字其實在香港是不常用 亦都不常見的 但在中國反而是很普通的 這個字的普通話的讀音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抄年媽B、裝B、那個B 講了那麼久 到底粗口怎麼說才是正確的呢 為什麼一開始那兩條人說起來 這麼古怪的呢 時間關係我們下回分曉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個鈴鐺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繼續講粗口